哈囉,大家好,我今天呢我要review這一款 另一款的魔術皮夾叫Climax Wallet 那他的作者他是一個印度人,叫什麼... 社雅庫瑪,我也不曉得我有沒有念錯 這款皮夾呢,他基本上設計了幾種魔術功能,我們先來開箱看一下 當然裡面就是有皮夾本體啦 現在各位看到這個就是皮夾的本體 基本上外觀設計上是比較屬於 Old Fashion 的設計方式 有點像是那個Steel Assassin Wallet的那種設計方式 然後是真皮的 那...不過我覺得他設計的是有點大 就是跟那個Steel Assassin Wallet比起來的話 其實是比那個... Essacem Wallet再寬一點點 然後厚度也比Essacem Wallet還要厚 現在我現在這個...這個情況是裡面完全沒有放任何東西喔 沒有放任何東西的情況下厚度已經那麼厚了 OK 那這是外觀的部分 那...這皮夾主要就是有設計的幾種功能像是... Pick啊... 然後還有... Switch 的功能 還有... Auto Launch 的功能 跟那個... Cartu Wallet 的功能 那...首先... 我們現在講Pick的功能喔 Pick的功能... 這是我最喜歡這個皮夾裡面的其中一種功能 OK... 它Pick的設計呢...很特別 它Pick的設計... Pick的方式基本上就是跟那個... 1914它出版的一些什麼... Shadow Wallet啊... 或者是那個... Racer Wallet啊... 就是... 跟那種Pick的方式其實是... 很類似的... 就是在... 這個基本上就是Pick的窗口 但我覺得... 這皮夾有... 一點設計蠻屌的地方就是... 各位看到這個是... Pick的窗口嘛... 但是這個Pick的窗口基本上你... 你這邊你是可以放... 放那個... 你要的一些什麼... 卡片啊... 名片進去... 好比說我現在放... 這是我的名片嘛... 然後把它放進這個... 這個... 窗口裡面喔... 我這邊... 放了幾張名片在這個窗口裡面... OK... 那假如現在我要開始表演流程的話... 譬如說我請觀眾就是... 在... 卡片上面寫下一些東西啊... 或是畫... 畫一個圖案之類的... 然後畫完之後呢... 我接下來我要把這一張卡片放到... 我的皮夾裡面嘛... 那放的位置在哪裡呢... 不是在這裡喔... 這裡是那個... 放那個名片的位置嘛... 對不對... 它是在... 第二層... 這是... 第二層喔... 然後就... 放在這裡... 就是把這個卡片呢... 放進去之後呢... 可以看到... 這是第二層喔... 然後這樣合起來... 我基本上我就已經... 知道訊息... 就已經Pick到訊息... 有沒有很屌... 我覺得這... 這皮夾... 在這皮夾... 出來之前啊... 前面的幾款... 那個... 跟Pick有關的皮夾... 都... 想不到有這種設計... 它可以讓你就是... 有一個很強的... 心理錯癮在裡面... 像那個... 近期的那個... Offic Wallet也是一樣... 基本上... 我覺得... Offic Wallet跟... 這一款... 那個... Climax Wallet呢... 它Pick的設計方式... 其實是很... 兩者是很相似的... 只是一個在內... 一個在外... 那我覺得... 這個... 這個在... 在外的這一點... 我就覺得就是... 會給人一種... 很隱形... 然後又很強大的... 心理錯癮... 因為你可以... 可以就是... 你一開始拿出來的時候... 你就... 展示外面給... 給觀眾看嘛... 然後觀眾都看到... 外面有這個名片嘛... 然後這個時候... 可能你要表演流程的時候... 你請觀眾在卡片上面... 畫一個東西啊... 然後要把卡片放進去的時候... 你還特別給觀眾看說... 你放的... 放的是... 第二層... OK... 然後把卡片放進去... 這時候觀眾根本就想不到... 你有什麼方法可以偷看到... 根本想不到說... 你其實只要這樣子... 你就可以偷看到訊息... 我覺得這是... 滿... 滿屌的一個地方... 就是這皮夾設計... 滿屌的... 這也是我... 這皮夾裡面最喜歡的功能... OK... 那再來... 講一下這皮夾其他功能喔... 其他功能的話... 像是... 呃... 它有... 這個袋子呢... 它就可以讓你... 就是用來表演... 那個... 小物件... 鹿皮夾... 假如說... 你如果是有戒指啊... 還是硬幣什麼的... 就可以... 那個... 露得在裡面... 然後... 如果是... 折起來的牌... 也可以露得在裡面... 那你把這個... 這個拿掉之後呢... 基本上... 你這邊... 你... 還是可以... 用來表演... 那個... 完整的排路皮夾功能... 就正常的排路皮夾功能... 也可以表演... OK... 那除了這個之外... 它有設計那個... SUC 的功能... 基本上... 也是一樣... 就是... 放進去之後... 就... 像是... 像是那個... Steel Assas Wallet 的 SUC 一樣... 我覺得這幾種功能... 都設計的還蠻不錯的... 那... 唯一我覺得... 設計的比較不好的功能... 就是那個... Switch 的功能... 我覺得... 它... Switch 的功能... 設計的太過... 洋春了... 我是真的很懷疑說... 用這個來做... Switch 表演的時候... 真的觀眾會看不出來嗎... 我是蠻懷疑的... OK... 那整體來說... 這款皮夾... 我覺得它... 大... 大部分除了... Switch 功能之外... 所有的魔術的... 功能... 其實都設計的還... 蠻完美的... 我都還蠻喜歡的... 那... 唯一不喜歡的地方... 就是... 我覺得它的... 整個整體的... 皮夾的... 設計感... 真的是... 有點... Old Fashion... 然後又設計了... 又有點寬... 有點大... 然後厚度... 你... 現在這個情況是... 還沒有放任何東西進去的時候... 它的厚度就是這樣... 那你如果有... 再塞一些卡片進去的時候... 你可以... 可想而知... 那厚度一定很厚... 所以... 基本上... 我是不會把這個皮夾... 拿來當作是... 那個... 日常生活使用的皮夾... 不過我還是... 推薦給就是... 如果還沒有... 魔術皮夾的人... 其實也可以考慮這一款皮夾... OK... 那... 我的... 今天... review的... 分享就到這邊啦... 謝謝各位...